詞曲 李宗盛 這是繁華的河港 現在是文化修訂 外國的風情和生活建設的變化 這是美麗金色河北 我在淡水住了超過20年 淡水或者是北台灣 其實是一個文化較為多元的地方 因為它歷經了六個政權的統治 當然包括西班牙荷蘭時代 清朝 日本時代 還有正式王朝跟中華民國時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段時間當然產生了 不管是歐洲文化 或者是日本文化 或是漢人文化 然後都匯集在整個北台灣 或者是淡水地區 讓淡水的文史就更為豐富 更為多元 其實淡水古蹟密度非常高 其實這可以說是 從大航海時代開始 那開港之後 西方文化的一個傳統 所以後來又進入日治時期 所以在淡水裡面可以看到 早期的一個堡壘 再來可以看到西式的建築 又可以看到日式的建築物 所以淡水有一個特色 淡水可是有分為洋人區跟漢人區 那分界線其實沿路老街走過來 你可以發覺那邊有個馬街的銅像 從那裡開始區分 所以這邊的建築都是西式的建築 非常的漂亮 那從老街走過去 那是漢人的聚落 所以來到淡水如果想要拜拜的話 記得就是在老街那個方向 那如果是以這一個漢人所留下來的這些宗教文化 我們可以看到淡水老街的胡佑宮 它代表的漢人來到淡水開墾的這一段的歷史 那如果是以日本時代 我們可以看到多田隆籍的故居 或者是木下進來的故居 這個都是代表當時候日本時代 留下來的這些文化跟建築 早期的淡水它的船舶 它其實可以開到大稻埕蒙甲 甚至往大漢溪或是基隆河等區域去航行 那到了這個清朝中晚期之後 因為整個泥沙淤積非常嚴重 所以淡水河慢慢的失去它的一個功能性 所以到了我們近代淡水河 它已經沒有辦法航行比較大的船隻 只能航行小船 所以以整個官方的一個立場來看 淡水就從所謂的交通運輸的要道 就變成是一個觀光的景點 古蹟的保存跟交通建設 其實是可以相互相成 是可以並行的 比如說當時我參與淡水禮拜堂的修復計畫 我們就發現淡水禮拜堂的前面被老房子擋住 然後周邊有很多的電線 那我們在修復計畫完成之後 我們就建議當時的政府希望可以把前面的老舊房子拆掉 然後把這個電線地下化與層層坡基金會相互合作 所以把那個穿堂變成層層坡的一個展點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可以讓整個淡水的一個古蹟 結合當地的空間 然後就把它畫成一個更美麗的一個圖案 目前淡江大橋正在興建 未來大橋完成之後 相信對整個淡水的交通也會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以整個台灣來講 淡水算是一個非常適合長期居住的一個地點 淡水有山有海 那它的空氣環境歷史人文其實都相對的豐富 那再加上其他在以前留下來這些 不管是各個時期的這些古蹟或是建築 讓淡水的歷史其實非常的一個美麗跟完整 我在淡水居住了二十多年 淡水很難得也可以看到有山有水的地方 所以來到這裡人文歷史又這麼豐富 所以在這邊居住下來真的非常喜歡這個地方 所以我也希望說透過我們的一個導覽 讓來到淡水的遊客 都可以知道我們淡水的美景 還有了解一個淡水歷史的文化 我們故鄉的故事就由我們自己來說 花園是人的水 新廠長的建設 是對方歷史文化演唱下去的 我們都在香港的故事 あり我們都在上班 我們都在這裡 從來自走的我靠近 我們都在漢山上 吃它們做些個男生